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11号在日内马举行的国际劳工大会上强调 某些国家实施的保护主义等措施 以对全球劳动力市场乃至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 梅德维杰夫表示 如今人们生活在全球化的世界 对劳动关系的管理也需要建立共同规则 但是非法制裁 保护主义 贸易战 未数据流动设置障碍等行为 以对全球劳动力市场乃至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而在国家里的经济和贸易领域 甚至是人们变得比较难得比较难以外 这些无法认为好象 梅德维杰夫指出 在经济和贸易领域 某些国家的行为正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 并游走在独断专行的边缘 在市场的行为区别的国家 变得更加激烈 正在级别的国家 被决定成为十年代的国家 梅德维杰夫强调 俄罗斯秉持开放原则 同时尊重国家利益和相互合作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